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水都没问题 游泳都是高手 接下来在11月中旬的时候 又发现了另一只老虎 就是乌斯京 也渡过来 在哪儿 在黑龙江边的黑虾早上 而是这虎为什么叫普京虎 普京跟老虎怎么就这么近 这个普京啊 他的爱好很广泛 他对老虎这个动物是情有多重 就在2008年 普京当时是58岁生日的时候 当时记者采访普京 普京说你们到这湖来 把记者领的另一湖 说有人送给我个独特的生日礼物 一个两个半月大的东北虎小虎仔 普京还抱着那虎仔照了照片 很多这个记者也都看到了 很可爱的一个东北虎小虎仔 所以这时候世界范围都指的 普京对东北虎那是非常喜欢的 2010年的时候 俄罗斯在11月份还召开了一个 叫国际保护老虎论坛 后来人管这次论坛叫老虎峰会 普京在这次论坛上他讲话了 说我们要保护这种美丽的猛兽 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象征 评论坛 评论坛 你必须留在这附近 永远 永远 俄罗斯从2000年开始 已经连续15年 在9月份最后一个周末 宣布为保护老虎日 今年的这个保护老虎日的时候 就9月27号 普京还专门发了贺电 就说祝贺我们已经是连续15年 开始有这个保护老虎的这个纪念日 所以说普京和这个东北虎之间的关系 这是很近的 从上个世纪初的几千只 到90年代的十几只 东北虎数量锐渐 乱砍乱罚 公路修建 野生东北虎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 究竟谁之过 非法狩猎 买卖斗斯 掠杀东北虎的黑色利益链 该如何切断 五股酒包制百病的谣点 究竟同核而来 黑心商家又是如何打着五股的谎色 诈骗钱财 老两观世界 普京虎现身黑龙江 正在播出 那么我接着前面说 就是这些普京虎这两只 库甲和乌斯晶 能到我们这边来 这说明我们的生态保护和恢复 已经出现成效了 东北虎的数量呢 在这个本世纪 本世纪 上个世纪云的时候 野生东北虎数量还达到几千只 后来速度就缩减到几百只 以至于就是在 九十年代的时候 经过调查 发现整个东北虎 野生东北虎的数量 不到二十只了 就是这个我们看起来 东北虎在世界上成为 十大病危动物之一 是有道理的 它为什么会这么快的 野生东北虎就消失了 很重要的原因有这么几个层面 头一个是人类的活动 你比方说他把树砍了 把这地方开发了 你把这树砍了 东北虎是需要它的繁衍生息面积的 一只东北虎呢 至少要需要几百平凡公里的一个面积 因为老虎是一个 对这个地区占有很敏感的地方 往往通过撒尿的方式来表示 这是我的第一 结果人类把它破坏了之后 老虎能受免生息的地方越来越少了 而且人类开发过程当中 这个有两点对老虎威胁非常大 一个是我前面说的 你开发这地方 老虎是不能呆的 它的面积减少了 另外一个 就即使是这个地方你没有完全开发 你为了交通修一趟道 一修路 车在上面走 有的老虎就害怕 不敢从这个地方过 本来这个地方假如说一百平方公里 你中间修趟道 一下子分割成两个五十平方公里 有人说这五十平方公里 不是老虎呆着吗 一个是老虎的面积 活动面积带小了 另外一个 你注意 当这两辈老虎 不能通过这个公路 不敢过去的时候 老虎这个繁殖就成为问题 这就会造成近期繁殖 就这块老虎和这块老虎交配 那时间长了 它近期繁殖品种肯定就不行 所以说一个土地面积缩小 一个修路交通 造成老虎互相沟通的这样的方式 越来越少 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修这个青大铁路的时候 要考虑到 就是有的地方得架桥 桥底也得修寒冬 在寒冬底下像藏烈阳什么的 可以来来回回的交往 你像美国的黄石公园 也是经过了多长时间 在这个很多路段的建立了 这个生态长廊 让动物能够自由走 就是不要让整个公路过来 车走的太频繁 把动物吓得不敢从来过 所以这人类的活动 对这个老虎影响是特别特别大 第二个人类自身的这种菩萨 也很要命 因为有一段时间 虎皮咱们都值得很值钱 虎骨 说虎骨酒 其实它没那么大的效率 很多人都传着说 这个了不起呀 这能治百病 在国际上 就是一只老虎 大智 就是死老虎 你把他这些生日东西开发出来 也大概值人民币得值到三百多万人民币 所以有一段时间 猎杀东北虎现象是经常发生 现在咱们法律定的很严了 你要敢猎杀东北虎 那法律肯定严惩你 因为现在本来这个就越来越少了 再一个所谓这种菩萨呀 还有很要命的一个层边 就是它菩萨不光是杀东北虎 你像野猪 鹿啊 袍子 这些 这都是东北虎的食物 你大量菩萨这些动物 东北虎没吃的了 它也活不了 因为它是食物链高端 它要吃肉的 何况还有一些主杀方法 就是下家子 那个家子 家子厉害到什么程度 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 真把老虎给夹住了 夹住它就跑不了了 有的老虎在这过程就饿死了 甚至有的老虎猎性一点 你看跑不了自杀了 还有的老虎什么呢 居然就挣脱了 最后你看它夹了 剩个老虎爪子 那老虎居然用 自残 劫肢的方式 跑了 你想想这多残忍 所以这些现状呢 现在来看呢 咱们很多人已经有这个可贵的这种认识了 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所以我们的环保部门呢 也加强了对环境的保护 现在你看这两只古丁虎 能够偷渡黑龙江 过到我们这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东北一带自然保护现成效了 你这地方 这两只老虎在这都能胖一圈 说明咱这吃喝不愁 吃喝不愁意味着什么 像野猪啊 鹿啊 袍子 这类野生动物大量出现了 而且青山绿水的 人类也不去打扰它们 这老虎有一个非常安静的休养生息的环境 所以这是我们这几年环保方面呢 应该说非常见成效的地方 另外一个层面呢 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东北虎的这个繁殖 因为在1986年的时候呢 在黑龙江河道盒子呢 就建立了这个大型猫和动物繁殖中心 后来呢 这个把它变成东北虎林园以后呢 搬到了这个哈尔滨 就在太阳岛附近 因为我们老家这黑龙江啊 所以我对东北虎林园很熟悉 也去过很多次 就到现在为止呢 在这个东北虎林园呢 有多达一千只以上的东北虎 就说这种人工反应已经成功了 那毕竟这些东北虎呢 都是原来一个种群反应下来的 也涉及到进去繁殖作用 就现在呢 东北虎林园的工作人员 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 就是不能啊 仅仅是什么老虎都交配 都生小虎仔 老弱病残的 基因相近的 不能让他们交配 保证这个种群能健康发展 所以现在这一块呢 我们在科学繁育东北虎上呢 已经进了一大步 不管怎么繁殖它 你这个野化 就是让东北虎能够最终 回归自然 这才是目的 可是这些年看来呢 东北虎的野化训练非常简单 我曾经现场看过就是你给东北虎 在那扔一只鸡 活鸡让它吃 它抓着活鸡都费劲 给它放一只活羊 那羊才这么大 这老虎都那么大个 结果这羊隔脚一顶 老虎刚陷着羊还害怕呢 就是野化东北虎是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而且在东北虎林园 你看到这些老虎啊 和我们想象当中在山林里边 威风淋漓 虎虎雷鸣 那感觉差远了 我曾经带着朋友呢 去这个东北虎林园 拿着这个小猪腺 扎着牛肉 这么一身 那老虎呼就扑到这个 侧边了 然后隔着笼子 它一身舌头 它舌头上有很多道具 唰 就从我们这些猪腺上 把那肉就舔走了 跟老虎近距离到什么程度 比方我在这 老虎就在这 就这么近 你能清楚的看着老虎的 牙呀爪的须子 你看着这一扑 挺猛 但是它把肉拿过去吃 那一瞬间 你就觉得啥 就看不到虎啸山林那种威风 所以说如果不能完成 野化东北虎放归山林 这问题很大 但现在我们看 放归 一个是野化过程 非常缓慢 让老虎真正具备野生技能 就现在老虎 你给它放过山林 它得饿死 它有可能对人类形成威胁 它不会朴实 因为老虎朴实的技能 都是从小跟着这个 自个儿的爸妈妈学会的 你人类教育它 怎么也不行 在一个目前 这个老虎这种状态 你就给放过去 哪有那么多地方 你看说 罗北那个地方 现在挺好 两只东北虎过来 你全东北环境 假如真放生 几百只东北虎 都没有那么多山林 供老虎生活 人工繁殖东北虎 连临哪些困境 为何正常死亡的东北虎 同样不能上市交易 古代调兵前向的兵服上 为何刻有黄金老虎 孩子们穿虎头鞋 戴虎头帽的习俗 包含哪些深刻寓意 古代传说 又是如何艳逸 老虎头上的那个黄色灯 中华湖文化远远流长 请老梁为您一一到来 老梁观世界 土星湖现身黑龙江 稍后播出 稍后继续为您播放 老梁观世界 再有一点呢 现在这个东北虎林园呢 长年亏损 一年呢 经常亏损个上百万都强势 而且老虎这个 人工饲养成本也越来越高 现在哈尔滨市民有不少的 到那去认养 说我有钱的 我赞助一下的 但是现在不解决根本问题 所以这个事呢 被很多人认为是捧着鸡饭碗要饭 为啥呢 一面每年亏损 这有点入不敷出 另外一个层面呢 他这些年在自然繁殖和养殖过程当中啊 大概有八十多头老虎死 这些死老虎其实是宝贝 刚才我说他的虎皮啊 还有其他东西 国际市场上一只老虎能卖三百万 八十多只是两个多一 说你把这已经死了 把他卖了 这不就 这钱就足够了吗 好事吗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法律 包括国际公约 是禁止老虎买卖的 有人说这规定有点太死了 但是 这个口子真不能开 因为你一旦这些死老虎上市了 卖了 接下来带来的问题非常大 就会有很多人呢 主动的到自然界去猎杀这老虎去 你说你怎么能判断这老虎是养殖死的 卖了呢 还是说是从这个野生里边 打猎 偷猎 所以这个口子一旦要开 对野生东北虎的保护更加不利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在关注 能不能通过像类似拍卖呀 特殊的这样的渠道 把这批这个 就东北虎繁育过程当中出现的 这些死老虎呢 怎么能够转换成经济价值 能让这个野生东北虎繁育这个过程呢 变得更加顺利 所以这个事呢 是现在要做出解决的 其实我说了这么半天呢 大家发现了 就是费的这么大劲 关注这东北虎 保护这东北虎 很多人说这它毕竟是个畜生 是个动物质吗 在我看非常质 说实在 你可以看看老虎的这个图片呢 它的视频 你就知道 这个东北虎啊 是世界上最漂亮的猫口洞 每当电视里边 只要演老虎这些层 你看它收视率都比人高 这次的规律 这老虎确实观赏性非常强 而且这个动物可以 对